一名男子骑车来到槟榔摊 店员拿了槟榔走到外面交给男子 他付了钱接过物品骑车就走 不过店员一看钞票发现怎么怪怪的 急着回头想要拦车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事情就发生在基隆一间槟榔摊 一号凌晨三点多 一名黄姓男子买了数百元的槟榔药酒和香烟 过程中还和郑姓店员聊天聊得很愉快 最后拿出折叠过的千元大钞 还阿萨利的说不用找钱 但是事后店员把钞票摊开来 发现是假的气得赶紧报警 而远景通知黄姓男子倒案说明 他一开始还说因为口袋内有真钞和玩具钞 只是不小心拿错了 但最后还是坦诚自己拿假钞骗人 实际回到那间槟榔摊 业者表示 有时候的确会有民众趁着天色暗 看不清楚时以假乱真 我们公司规定是说 如果说是千钞的话 尽量当客人的面前点钞 就是验真钞 如果确定是真钞的话 再回来再拿钱票给大家 其实不只是假钞 不少店家如果看到客人拿着钞票 有缺角或是破损 也会提高警觉 如果是有破角 像有缺角的话 我们也会跟客人说一下 如果缺假 所以缺太大 因为确实你还会拒收 拿大钞买槟榔 还大方表示不用找了 因为那根本是假钞 最后被依诈欺罪 移送法办 TVBS新闻 刘欣慧 周永轩 基隆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